馬國畢你負債最多的時候多少 三四千萬吧 志漢耶 我大概就七位數 大概八九百萬 八九百萬 對 那馬國畢你還到現在 剩多少債務 跟他差不多 跟他現在差不多 你很強耶 哪有很強 他很努力啊 也苦了好幾年 他那個時候整個都黑掉了 好不容易又有一個新的契機起來 多好 是 那志漢你還到現在還剩多少 我大概還剩五百多 志漢的投資 他不是說 我要投資一檔什麼股票 我想要四十歲 五十歲 這個財富自由 我就不要做了啦 他是其實是 工作很投入 他是投入一檔 真人秀 對 當製作 還好沒有投資拍電影 也不是 結果導致意外負債上千萬 其實這個真人秀 我在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就開始研究新媒體了 然後一直到二零一六年 才付諸行動 只是臺灣一直接受新媒體 是到最近才接受 那可能我們開發的比較早 那可是也因為這個演員的關係 那還好就是 雖然說花邊新聞蠻多的 但是公信力還蠻好的 那就有很多廠商來幫忙 那我就大概募了一些錢 但還不夠 我自己還有貼 然後就做了一檔鐵人三項的實境秀 讓一些演員 藝人 新人 然後來參加 從零到可以比完一場比賽這樣 那不就是感覺現在 最近現在 現在當我們的節目 就是跟你差不多 但是比你晚了多少年 四五也有 至少四年 所以你超前速 對 太超前了 那 他那個節目我也有去上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他 因為鐵人三項是這樣 他是需要一個配速的運動 跟你的人生一樣 人生是需要配速 你施速的話 你的人生就會亂七八糟 所以你就是要練習配速 把你的人生跟你的運動都壓得很好 到真的你有十足的把握的時候 你才能夠衝 就像投資一樣 有一點點風險你的不要投資 這是負債之後的每天的智慧 對 所以你這個鐵人風的真人秀 當時是預備在哪裏 我說 其實原因跟票房沒有關係喔 票房還不錯喔 我們票房還滿好的 但是是跟製作人 還有後製單位有關係 他們把花了這麼多錢 這麼多精神 拍出來的母帶 搞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 是這樣 全部都弄完了 那當初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有講我要繁體跟簡體 兩版 因為我們當初是跟大陸愛奇藝談 那大陸愛奇藝給我們很多方便 也很多的這個廣告欄位 都沒有收我們錢 後來我因為要賣版權 所以我就問他們母帶呢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上面ES壓的這些字 全部翻成繁體嘛 結果他們就說都在一個十二T的記憶體裡面 OK 然後用什麼方式找找找都找不到 連Yahoo TV 可以講嗎 可以講 Yahoo TV Line TV 偉來電視台 所有的會電腦的工程師都上去找了 就是找不到 那然後他們也有一個去找 結果但是找不到以後回來也不敢跟我講 那其實當時我滿生氣的 因為一個我那是七十五分鐘一集 如果我讓他們播二十五分鐘一集 他們可以播九個月 那你知道他們廣告有多好拉嗎 隨便拉一拉 那個時間擋的廣告就滿了 就電視台就會賺錢了 可是就因為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把字體轉換 我變成這三家我都沒有辦法賣 我就本來就不夠的錢就變成又虧上去 那其實我可以提告的 但是他們後製的那些都太年輕了 然後來主導的那一個另外一個 又很愛說謊 所以我就不想要再跟他們有任何牽扯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拍八連檔 幾百萬我們還擔得起 那只是後來為什麼會產生資金斷掉的原因 是因為剛好又接到一檔戲 然後鐵輪峰第二季 有一個很大的單位進來要來贊助 我們都已經談好了 那阿布要結婚 阿布也是我裡面選手之一 要結婚 通通都安排進去了 結果他突然抽掉了 這個最大的 對 投資方突然抽掉 說這個要再兩個月後 他們要在意 不是啊你合約都給我了耶 上面已經有你們的張了耶 我現在我的張蓋下去就生效了耶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告訴我 如果不能執行也是不行了吧 那我也就算了 當我沒有遇到好的緣分 就這樣 那想說那我就去拍戲吧 結果都訂裝了 海報也都拍了 製作單位被換掉我都不知道 然後後來也就沒有 我們就沒有演出 所以那時候就變成多頭空 對 就倒霉的事情不會是一件 倒霉的事情是像骨牌一樣 接二連三 烏漏偏逢連夜 對 五代不見這種事情 你會發瘋嗎 會喔 其實這個是在演藝圈裡面 絕對是大忌 真的 但你看他們後面 在這個圈子裡面 混得也不好就知道了 不負責任的人 他在這個圈子 沒有辦法活的啦 所以我每次都把我那個原始代 我都一定靠好幾份 備份好幾個 對 本來律師那邊所有的資料 都準備好要告 我突然就說算了不要了 認賠 不是對他們太年輕了 你這樣就告下去 到時候所有的錢叫他們 要賠要幹嘛很麻煩的 我就說算了 我們還擔得起 哇賽 所以後來還好志漢 你說接一個八點檔 來補這些動物 八點檔又沒了 對 後來志漢去做直播賣水晶 對 直播賣水晶 但是你這部分嚇嚇叫 說曾經日賺百萬 這是營業額啦 就是如果不含退貨的話 這個是當天就是創下的一個紀錄 我都只有賣小東西 沒有賣大東西 就是我們講的珠珠煉煉 我就賣到破百萬 哇 大的金雕啊 大的一些金凍什麼 我都沒有賣到 你的性格是 你都一... 拍電腦男主角 然後又是製作人 經過事情 然後賣一個竹竹啊 可是因為我喜歡... 你自己心裡過得去嗎 我喜歡水晶這種東西 因為當時我覺得水晶 其實它就是很漂亮 漂亮的東西會給人家一種好的心情 你有好的心情 你就有好的磁場 其實並不是說這個水晶 它可以帶給你怎麼樣 可以替你招財 還可以替你幹嘛 不是 你有好的心情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所以我也是喜歡看到那種 布林布林很漂亮的晶體啊 裡面會有一些很漂亮的共生礦啊 然後很稀有的東西 我們就會覺得 其實在做買賣的同時 我也欣賞到好的物品 就每天帶著這種心情 在做這樣的事情 志涵說你那個... 真累 你們晚上... 你們晚上賣水晶狩獵 可以晚上播到天亮四、五點 什麼... 然後開會... 開會開到七點 開會開到七點 我說那天賣到一百萬的是 從晚上的八點 賣到第二天中午十一點 怎麼賣啊 你一個人坐在那邊講喔 小幫手垮了 小幫手都垮了 都趴在旁邊 我們是調另外一組直播的 小幫手上來接 那你在鏡頭面前 我沒有換 一直聊天 開玩笑 我們可以拍三天不睡覺的人 這短短的直播算什麼 你怎麼那麼多話可以講啊 產地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它如何產生這樣子的色澤 你都要研究喔 對...我都... 大部分都有真的去研究 而且我有到加工地去 對... 好認真喔 志涵是很認真 他要認真投入 我們就萬物喪志行 我說才睡兩小時下午 一點又要開始了 對 都是這樣 其實志涵現在在說 等一個起跳的機會 因為所有的本事都在嘛 是... 你所有的東西倒楣的只有 因為別人的初心母帶不見了 是 你八點檔你也很會演 你也很有票房 製作你也很強 什麼都很強 然後就是在等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 其實我滿感謝這一切的發聲 磨掉了我很多棱角 那也逼我自己學會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連剪接PR那些我都會了 我通通都會了 那也很感謝這些 沒有這些禁遇我不會有 想法去學這些嘛 其實去學是要把母帶顧著 對... 隨時 我自己來 放在不一樣的伺服器裡面 對 那現在就是 反正就是已經到了這個程度 我想 人生已經沉澱到一個階段了 下次再跳起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面貌 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表現